曾军22年花蓮最具指标性的原住民乐团 咸猪肉获奖无数 但一直到今年的7月才发行了首张的专辑 并且展开了全台巡回表演 首场就在互乡花蓮 选定了田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户外广场来开唱 邀请了新旧粉丝感受夏夜凉风 和热情活力的原音乐曲 曾军22年花蓮最具指标性的原民乐团 咸猪肉获奖无数 但是到今年7月才发行首张专辑 也展开全台巡回发表 第一场就在花蓮 选择在田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户外广场来开唱 邀请新旧粉丝一起来感受夏夜凉风与热情活力的原音乐音 田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 我们签指到花蓮市仁爱街102项1号 那这里是跟国产署成租的一个旧的闲置的荒废很久的一个公外局的旧宿舍 我们休山一年之后把它打开 那我们希望这个公有空间的活化 就是大家都能够来 所以我们建构成一个艺文音乐声音的一个场域 那恰巧花蓮成军最久的原住民音乐团体 咸猪肉乐团那他们刚好今年出了同名的专辑要巡回全台湾各个县市来做他的专辑的展演 那我们想那你应该要在花蓮也要办一场吧 那我就想就邀请他来田志圈基金会的户外广场来办一个小型的一个专辑的发表 那当天晚上真的非常多人好多人就非常的震撼在这个原民团体 而且在这个市区的一个小角落因为小广场 那听到他的这些年来他们所创作的专辑 我想陆续以后这里也可以是很多的比如说街头艺人来这边展演的一个开放型的空间 咸猪肉乐团不仅继承了千百年的鼓调 也从鼓调当中汲取来自祖先的核心价值和穿越的力量 更因为分享了精神唱出了老人的愿望和青年的期待 促进族群间彼此对话 也透过原住民音乐让大家连接彼此 张美惠表示 未来田志圈文化艺术基金会户外广场将会陆续举办各种音乐展演活动 让市区的朋友可以到这里散心享受悠闲愉悦的生活情趣 这里会欢市报道